帶出來的新的疫情不重要 我覺得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三軍的整個體系 是沒辦法跟老共打仗的 這個是我們整個台灣整個社會裡頭 最最糟糕的 因為各行其事 只要我們沒事就好 沒有人整體在想這個東西 包括總統在內 建長你為什麼不往上跑 那這個就牽涉到一個原因 昨天好像有人講 這個艦隊要出航之前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如果在航程在海上 有一個人確診 我們全體回航 這個是大家的共識 他就說OK Let's go 這個跟要決定到底要怎麼走的人有關 那這些人就決定說 不能在海上有人確診這個病 那既然這樣決定以後就不能出發了 因為你知道嗎 三條船的七八個八九個醫務人員 沒有一個人能夠確診這個病 因為你船上沒有那個kit 沒有那個OK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檢疫的藥品或是那個試劑等等 所以沒有辦法 昨天跟張上淳就有講 沒有一個醫生可以區隔武漢肺炎 跟其他的肺炎 所以你既然說如果有一個人得病 就要回航的話 那就注定不回航 我覺得我們的國防部 我們的三軍的整個體系 是沒辦法跟老共打仗的 這個是我們整個台灣整個社會裡頭 最最糟糕的 因為各行其事 只要我們沒事就好 沒有人整體在想這個東西 包括總統誰呢 總統你懂嗎 人家說我們要走了 我們要去先揚國衛 我們要去蹲墓 蹲什麼墓 墓什麼墓 對不對 柏林需要我們去蹲嗎 柏林需要我們去墓嗎 太奇怪了 他已經講過了 因為三條船沒有一個人 沒有那個kit 就沒有辦法確診 而你決定出發 這個問題就造成了 竟然整個過程 包括三軍統帥 都沒有人挑出這個問題 那現在又把文章做到 這個軍衣的軍階是不是夠 對 這個很奇怪 我認為軍中的文化 一向都是這樣 OK 這個事情是讓它凸顯它的荒唐 但是我覺得到處 其實每一件事情 如果有出事的話 類似的情況都會發生 是 那現在竟然有人出來講說 不要獵武過度 不要追究過度 不要影響海軍的士氣 不要讓洪仲秋事件重演 這有賦予很嚴重的任務 你不能逼他們 把這個都洩敵出來 我跟你講這個是竟然 這樣的護航 來自執政黨的黨團的立法委員 所以你還期待什麼事實 今天只有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懂的人講 不懂的人不要撒謊 不懂的人不要加油天處 懂的人就講你懂的部分 我認為通通湊起來 我認為沒有一個人 真正懂全部的事情 OK